七堵明德国中救宿舍群到底要不要保存呢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很关心 要求市政府如果宿舍群不是暂定古迹或是古迹 就释放自由吧 规划改建为在地居民需要的停车场或是活动空间 包括这个大基隆历史场景在线的一个整合计划 文化部他还核定总经费9亿128万元 七堵的明德国中整个校区的一个救宿舍群 到现在还在开审议会 还在研议还在拖 还停在暂定历史古迹的一个地位 那请问是没钱修复吗 9亿128万元 还是真的是不符合历史的一个古迹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标准 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本习希望说你在卸任以前要做一个交代 如果说真的没有钱修复 你不重视七堵也没关系 你就把它释放自由吧 暂定历史古迹的一个定位 重新规划 改造当地居民真正有感的需要的 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停车问题 我们在地的一个活动空间问题 我们可以往这一方面吗 市长林佑昌答复表示 不是暂定古迹 目前是审定列策追踪 跟大金融历史场景 大金融历史场景 它是有一整串的一个串联 那你提到的明德的述册 它是单点 那另外它也并不是暂定的古迹 它也并不是暂定的古迹 好 所以在这边针对 梁秀玉的异作的问题 简单做回答 那个不是暂定古迹 它现在是已经审定列策追踪 它并不是暂定的古迹 至于什么是审定列策追踪呢 市政府文化局表示 就是确定不是暂定古迹 或是古迹 原则上可以让宿舍群主管单位 市政府教育处 做其他的规划利用 不过如果要重新规划 宿舍群未来使用方向 还是要知会文资审定单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